欢迎收看地球黄金线 带一揭开最关键的数字真相 1.618是一个关键数字 代表股市的黄金切割率 让了解股市波动的趋势 而今天我们要看的关键密码是 螃蟹便当大肠金 台湾跟中国大陆现在为了吃 需要相互来取金了 那么台湾方面呢 是要引进中国大陆的蟹苗 而中国大陆呢 他们其实就是到台湾来取金 那么取金的对象呢 就是台湾的这个台铁便当 因为台湾的这个台铁便当呢 很多的民众如果去搭火车的时候 一定呢都会买 因为呢有浓浓的古早味 卖的相当的好 台铁便当的好吃呢 真的是远近驰名 一年呢就可以卖出600万个 以民国100年去年来说 每天就卖出了16000个便当 一整年就卖掉了596万个便当 营业额大约是4.2亿 今年上半年呢 每天的销售量呢 更是高达18000个 预计呢 今年可以卖超过 600万个台铁的便当 不过说到台湾人 真的很喜欢吃便当 每年就要吃掉50亿个便当 这个数字呢 也是相当的惊人 而大陆的大闸县呢 同样也是每位无法党 一年呢 也可以创造1380亿台币的一个产值 大陆的大闸县呢 一年的产值就高达了300亿人民币 其中呢 以江苏省它的产量是最大的 不过大家最耳熟能详 最有名的 其实就是阳城湖的大闸县 一年的产量呢 2000顿 年产值也是高达了有6.9亿新台币 而且也引发了非常多的 这个周边的商机 台湾的业者呢 也引进了阳城湖的谢苗 尝试在台湾来养殖 到底这个两岸的美食 可以创造什么样的惊人商机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员Paul 你好 财业专家汪杰明 飞业观众大家好 好 医美集团的执行长饶自强 飞业好观众们大家好 自身媒体员黄敬平 飞业好观众们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台湾的这个台铁便当呢 因为这个价格便宜 而且又好吃 现在连中国大陆都要来取经了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大陆动物车上提供的盒饭 一个人民币35元和台币160元 但竟然曾经有旅客打开盒饭 发现一半的白饭长毛发霉 还有人买了大陆动物车上销售的便当 上面竟然标明常温下保存期限 长达半年都不会坏 业者宣称制作技术是机密 被讥讽是神一般的动车便当 食品的东西都不可能保存半年 你防防护剂也好怎么样 可能保存得了 但是吃到肚子里面已经变质了 大陆火车食品只有盒饭 泡面和香肠 旅客普遍反应又贵又难吃 没特点也不吸引人 而极力推动话旅 漫游新概念的大陆铁道出版社负责人 将派人到台湾考察 向台铁学习好吃又有特色的火车便当 有浓浓怀旧风味的台铁便当 煮菜排骨加上各地不同特色的小鱼干 高丽菜 豆干等各种配菜 要价60元或80元 相较于大陆动车上的盒饭 一块肉炒玉米和一颗蛋 要价台币160元 光看就没有什么食欲 任谁都想常常价格亲民又好吃的台铁便当 难怪大陆要派人来台湾取金 学习台湾道地的铁路便当这一味 体别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杰明 台湾的铁路便当真的这么好吃吗 连大陆人都要来取金 如果你有去过大陆的话 你再回来看台湾的台铁便当 那真的是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那其实你看我今天穿的样子 就准备要吃台铁便当的架势 吃完可以运动 那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重点 其实我常坐火车 就是坐台铁 那每次坐自强号的时候 因为我家是在新竹 坐个车就到了一个小时 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 推车了小姐过来 然后正好隔壁一些小姐们 就买了一个台铁便当 他把这个便当盒一打开 哎呀那天我肚子饿到不行 这受不了 但是呢 如果现在是吃饭时间 朋友不好意思 我现在拿一个便当盒来看看 这个便当盒怎么样 你可以把整个饭拿起来 我想很多的妈妈姐姐就知道 这一定是过夜饭 因为饭都干了 一夹整坨都上来 摆明了在动车 因为这个中国的叫协和号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两人坐的 这边就肯定三人坐 然后这个唯一在中间的时候 会有摆桌子 所以这是中国大陆的动车 如果你拿到这样的便当 你吃得下去吗 然后你再看他的猜测 这什么一些简简单单的 玉米小肉片 那这样一个便当多少钱呢 猜猜看 你觉得应该你要付多少钱 来吃这样便当 答案是35块人民币 折合台币高达140块 你吃的是这个便当 你可以受得了吗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台铁便当 真的是当然是满满的适合 让你感受到这个台湾人的亲切 你看这个是各式各样便当 从60 80 100都有 那这个当然你会觉得 我好像很少看到60块的 基本上你在台铁车站 买的这个便当 大概是80到100块 那你偶尔呢 会在自强号买到60块便当 它差别在什么地方 坦白讲还是没什么差别 因为肉都是一样大块 那这边是便当 感觉分量会不会比较多 基本上你会觉得 它拿起来比较沉 然后里面的饭呢 是有就是有加一些调味料 会比较的新鲜 然后最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台铁便当最迷人的地方 就是这边的榨菜 然后呢 这边应该是在这边有的 那个就是它那个萝卜榨菜 然后在这边有小肉片 通常你把这个牌 先放在旁边 止光这些小肉片 就让你嗑得很愉快了 那中国大陆呢 还发明一种便当 鲑鱼如果卖便当跟你说 这个便当呢 摆半年都可以吃 半年吃的东西 这样放便当 你会想说 这什么便当 没错 这个便当放到肚子里 会改什么样子 这种东西 中国大陆变得出来 这还不够神奇 最神经病的画面 不是有看到吗 这便当一打开来 怎么一般发 就涨霉了 还有涨霉的 然后就叫那个 就是铁道里面 都有铁道警察嘛 你就叫铁道 你看看这个什么便当 然后铁道警察 哎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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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边就很多人在拍嘛 想要说怎么有这种 发霉的便当 这个铁道警察 倒是很震惊 让开 让开 别急 别急 这样的便当 你就吃先吃旁边的 那发毛就把它丢下去嘛 可以吃 可以吃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你看大陆人这种气势 当然如果这样的比对 这个大陆便当 这也是45块人民币的 看一下 简单的一些青菜 这可能是炖牛肉 两个肉丸子 这样45块 折二台币207 那这个稍微便宜一点 25块 可是你看它几乎没有什么菜 我们再看一下蛋 这个蛋看起来 这个导播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这个蛋的颜色看起来 这边还有缺陷 来 再看一下 你看 比一下 这马上就是 完全不一样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看到 台湾的电单 真的让大陆人一看到之后 口水都流出来 一打开 芬芳自然就献出来 对 所以这我们再看一下 整个台铁 因为为什么大陆要来台湾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大陆现在呢 已经高速铁路 还有这个快速铁路 都大量进行了 搭乘人数呢 高达1亿7千万人 那么如果这种情况之下 这台湾铁书 台湾铁是每年搭乘 人数是1亿7千万 那中国大陆是2.9亿人口 那么我们现在台铁市 每年销售是600万个 连有4亿台币 所以如果今天的 中国大陆的这个高铁的人数 能够持续增长的话 像日本 日本只有1亿多人口 每天在新干线就有3.4亿 所以按照中国大陆 现在高速公路 这个铁路的 高速铁路的速度来看的话 中国大陆有11亿人口 13亿人口 说错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人数一定超过 那不得了 这个商机 是这个好几倍 所以这个情况下呢 这个大陆的高铁呢 就决定来台湾 好好跟台铁取经 好 刚前面我们看到 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 要来台湾 来跟那个台湾的台铁 来取经呢 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的这个台铁的便当 真的是便宜又好吃 我们回到 刚刚上一张 可以看得出来哦 那么台湾的这个便当呢 从60块钱到100块钱 不等 但是中国大陆的这个便当呢 可能要一两百块钱 新台币 而且可以看到呢 其实从菜色上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有蛮大的一个落差 不过我们说到这个台湾人 真的很喜欢吃便当 这个商机真的很大 那么以这个去年来讲 每天呢就可以卖出 16000个台铁的便当 那么今年上半年呢 每天更是热销了 18000个 而且台湾人呢 超爱吃便当的 每年就要吃掉 50亿个便当哦 但是Paul 刚刚我们看到 这个洁明当我们看到 中国大陆这个便当 这个饭哦 一夹 整坨都上来 一看就不是当天新鲜的 现煮的 而且呢 我们看到 这样一个便当 还要卖一两百块钱的 这都买不下手 对 所以我想说台铁的便当 是所有台湾人的 共同的美食的回忆 不然你要出去外面 去念书的时候呢 在车上吃个便当 或者回家的时候呢 感觉回来以后 吃个便当 这个台湾味又回来 这所有这些老台湾人 共同回忆 其实我们讲到台铁便当 台铁便当 为什么那么有名 其实它在民国38年的时候 刚推入38年 39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是用推车的年代 推车 然后用铝制的盒子 然后有两层的 有没有 然后大家就吃吃吃 对不对 吃完以后呢 那什么收 你就放在下面 放在那个椅子下面以后呢 然后他们就 收的时候你吃完 就慢慢慢慢收 然后还给你一股热茶 对 还给你一股热茶 还帮你倒一下 你看那个美好的温馨的年代 然后这个记忆呢 永远留存在 所有台湾人的当中 我们现在 看说台铁便当 为什么那么好吃 其实便当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饭 第二个肉 第三个菜 第一个 它的饭 怎么会那么好吃 很多妈妈朋友 甚至我妈妈说 它怎么这么好吃 我们为什么在家里煮 煮不出来 其实是有美感的 因为你看它这个饭 看起来 不怎么细 跟一般的饭一样 其实它的饭 在蒸的时候就不一样 它最近有感染过 是这种客式的 客家式的饭 还是用红葱头 跟虾米的时候 就开始继续蒸了 所以有这种虾米的香味 蒸的时候 然后蒸完以后呢 再用这所谓的香葱油 大家知道 把它拌开 把它拌开 然后这种热气 每粒米都沾满了 所有这所谓的葱油 葱头跟虾米的香味 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 哇粒粒分明 但是美粒又有美粒的香味 所以饭第一个就已经不一样 这个排骨 这个排骨 排骨这个学问在哪里 大家有 这是他们的招牌 招牌排骨 排骨就是要吃这个肉 它的那个肉呢 一般来讲我们的排骨 只用有的 有炸的 有卤的 它是先炸后卤 所以有两道的公式 而且它非常聪明 为什么要用卤的 因为第一个卤的话 如果只是炸的 你放久了以后 可能会软掉 干掉 湿掉 所以那个口感就丧失了 如果它用卤的话 你放再久 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这种卤汁的口感 还是会在 用卤的话 就它不要短时间不吃的话 一两个小时吃都还是很美味 冷掉以后也很好吃 不过像这种炸排骨 有的冷掉以后 就软掉 所以它用这种 所谓卤的方式的话 就会让你的口感 更加的绵密 而且卤的 有一个重点是卤汁 他们的排铁卤汁 从三十几年来 这种一味香成 这种老卤汁的卤下 一定是芳香四溢 虽然最近几年 因为是因为 这个卤生的关系 对 但是那个味道 还是差不多 所以我们讲一下它的菜 它是这些所谓的 每次只要他们台铁 一换菜的话 基本上都会被 那个员工客诉 被人客诉 我要我以前的那个东西 对 所以像它这些所谓 雪菜百叶啦 酸菜啦 还有这些像什么 所谓的麻油瓜 麻油瓜 都是经典 其实东西 不要复杂 经典就好 所以吃完这碗 满满的这个爱心以后呢 基本上 都会回来了 好 刚刚Paul带我们看到 其实一看上去 我们就会觉得说 其实跟中国大陆的 这个铁路便当 其实就真的差很多 我们看上去都是 很大片的这个肉块 看起来真的相当的美味 但是没有看 没有想到这个大陆的这个饭 感觉上比菜 这个喔 吃菜还要多 而且一听到要饭 半年都没有问题 就感觉吃起来也会麻烦 不过这个像杰米老 这个大陆饭 因为我前一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 常年在大陆经商 所以这个饭 吃了吃冲见快 肥你知道这个饭 有学问 这饭有时候你拿起来之后 告诉你 它里面有的是粒粒分明 有的是里面颗粒状 有的是浓稠状 一块状的 所以吃起来那口感非常不好 跟台湾差很多 不晓得煮法是什么煮法 所以这个东西吃起来是很可怕 而且它的菜 它的盐分 你看它的咸度 是台湾大概是两三倍的咸度 很咸 所以很咸 但为什么它的饭比较多呢 因为大多数是农工嘛 农民 所以你看它的便当 它的便当一定是菜小小的 它是把一口大口的饭 配一口菜 所以它菜一定要档架 我们是饭都看不到 所以你看它那个 我们是饭都看不到 所以你看它突然写的 你看它没有饭 大概是三分之二都是饭 所以它们如果没有饭的话 是不行的 可是它不是当天现做吗 因为有人形容说 它感觉上真的是 放了好几天的这个便当 再拿去微波 那种味道 对 它们早期的话 可能比较不注重这个 所以它们那个量大 而且贫管不好 所以现在像刚刚前面讲的 有的是发霉什么的 或者是这个 因为温度的关系 所以怎么样臭掉酸掉 那真的是事空见惯了 它品质没有 品管比较没有那么好 那像刚刚像Paul讲的那个 哇 那个真的是 台湾的便当就真的不一样 跟我们这种四五年代 四五年级的生 哇 那个小时候记忆 你看我记得小小时候 很矮的时候 那时候上那个 在举光号 或者是什么复兴号 四讲号 进去 你刚刚讲那个 我们通常什么 听到什么 听到那个很厉害的 欧巴桑或者是老师傅 他来倒水 他那个倒水很厉害 那个杯子 还有盖子 拉茶 拉茶 他可以一只手 还在行进间 然后他可以表演 像在表演一样 对 像在表演 听他的声音来的时候 哇 警戒了什么 参差就来了 参差就来了 跟妈妈讲 妈妈要吃便当吃便当 真的不小心 泄露我们的年纪 对啊 对 那个便当的 回味的印象在心里面 真的感觉非常的奇怪 因为我也经营过 餐饮的联手 我也有顶级月中心 所以我也有座商厨房 其实这个台里便当 真是绝配有厉害的地方 为什么 你看 如果我们光吃肉 如果你光吃肉 吃这个味蕾会改变 那味道就习惯 会咸咸的 那就不好吃 所以它配什么 它配有腻的东西 它配什么 肉有白的饭 软Q的饭 然后配什么 配酸菜 酸酸蛋 又豆腐干 甜甜的 所以那个味道 一口这个 一口青菜 一口这个 一口肉 哇 吃起来那感觉 口感就一直轮翻 味蕾在那边跳动 在舞动 那感觉是不一样 所以你吃不鲜 所以那个便当吃完之后 那个饭的软Q 还在口里面 衣衣不舍就放在下面吃了 所以台湾的便当 真的是这个进化 我甚至觉得 比日本都还要好 没错 台铁鱼当其实真的 非常的有名 而且它其实种类很多 除了刚刚这个铺带 我们看到 这个60块钱 而且还有这个 八角形的 它甚至连这个 素食的便当也都有 所以它其实种类 也非常的多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鲜炸破鲁的 懷子排骨有两多只 旁边在夹克鲁蛋 和其他配菜 这是台铁招牌的排骨便当 不过您知道吗 同样是台铁便当 竟然有五种版本和口味 原来全台的台铁便当 其实是由台北 台中高雄餐厅 还有车型部 和车型花莲分部 负责制作 由于分别有五个地方 烹煮调味 曾有旅客抱怨 台铁便当口味不一致 因此台铁决定 举行排骨PK赛 冠军的餐厅 其他四家 就必须按照它的调味方式 让全台的台铁排骨便当 口味一致 排骨跟卤蛋不要变 因为它是一直 从早期一直到现在 都是维持这个样子 所以要是改变的话 就会失掉它的风味 虽然台铁便当口味不同 但其实各有特色 像是台北餐厅负责系纸 到竹北地区肉感 照甜有嚼劲 台中从新竹到二水 排骨多汁 高雄负责抖溜到 芝本肉质皱软 花莲腌制的时间 比较短口感清淡 五家餐厅各有特色 但台铁希望统一调味 就怕旅客误认为是 品管不好 也希望口味一致 让台铁便当的招牌 继续发光 请BBN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看到台湾 这个台铁便当 真的是便宜又好吃 而且是很多人 这个小时候的一个回忆 所以这个竞品 其实连这个马总统 当时在520就职的时候 都曾经拿来宴请 这个日本的贵客 对其实马英九总统 在2008年520就职的时候 第一顿 他上任之后 吃了第一顿便当 那个午餐 就是台铁的怀旧便当 那个时候他们为了 那个保密到家 也没有事先通知 那个台铁便当 只是到了520那一天 才请那个总统府里面的 幕僚跟水户 一起到台北火车站 临时就去买了那个 这个铝制的那个 看起来像外观像铁 白铁那种餐盒 定了90个 一个大概就是300块钱 然后他那里面的菜色 就是一般我们在 台北火车站所看到 那种台铁便当里面的那种 包括有排骨 卤排骨 还有菜饭 所以他那个价位比较高 而且他那个铁便当 比较环保 你吃完你可以洗干净 你还可以留着 就像我们小时候带的那种便当 很有古早味的那种感觉 那台铁便当当时在台北车站 他们餐旅总组那个经理 李玉祥他就有提到说 其实啊 日本人很喜欢 到这个台湾 台北车站都会买一大堆 那个台铁便当 台铁便当在那个台北火车站贩卖 一天平均他的卖量 可以到3000个 甚至卖得更好 可以到6000个 你看一天可以卖那么多 而且几乎来买的日本人不少 所以当时520那个 马英九总统上任 就是那个来祝贺他当选台湾那个中华美国总统 那个代表团 日本代表团 他们吃的也很高兴 然后后来那时候 总统府也有请我们吃那个便当 我们那个都可以拿回家做保留 其实日本人封台铁的便当 在我们台铁便当 移到那个东京日本 他们去办活动的时候 他们在新宿有一个金王百货 他们之前办过那个便当美食大会 车站便当各个地方的那个比赛嘛 就台铁便当大受欢迎 跟大家讲 他一天卖400个 15分钟内全部卖光光 哇 秒杀 而且他号码牌 他叫8号码牌 一人一个这样子 这15分钟这样秒杀 什么卖完 然后隔天 大家不死心嘛 因为很多人在那边 500个 追加100个就500个 然后第三天又600个 第四天700个 这种从400个加到700个 一样都是十几分钟 20分钟内全部秒杀 逼得那些在台铁便当 到日本那边去贩卖 推广那个台铁便当人员 只好对着大批 不死心的日本客 说 すいません 台湾哦台铁便当已经卖光了 卖光了 就只好跟这些日本客人 解释 所以他们 那个日本便当 还其实比台北 这个台湾卖的还贵100块 他们大概是 售价1450块 原日元 然后折合台币 大概是400块左右 比台北大概是卖了 两三百块 平均贵个100块左右 但是日本人一样 对台铁便当 就是大受欢迎 一样他的菜色 也是卤白骨 还有像雪里红 那个百叶之类的 还有卤袋 卤得很香的 麻油瓜 对 还有那个对 日本人就是很喜欢 好不过我们知道 除了日本人很喜欢 台湾台铁便当 那么中国大陆现在的取经之外 听说我们的邦交国 巴拿马 也想要学台湾的铁路便当 对 没有错 这个也是我刚好 那时候跟着马英九总统 到巴拿马去采访 那沿着巴拿马运河 这个是巴拿马运河的 他那个观光列车 那后来在我们那个巴拿马 就是我们那边 住巴拿马邦交 我们那个 那个大使馆 还有驻外单位 建议说 其实你们可以研发 像我们这个台湾的 那个铁路列车 观光列车 也有台铁便当 然后他们后来就 先简单的弄了一下 可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经验不是很好 因为我觉得他们弄了 那个台铁便当 有点想要学山寨版 我给大家看 我们记者团 其中有人吃的 那个台铁便当 他那个菜色这样看 有点好像中式的感觉 它那个里面 也是有那种麻婆豆腐 这样 所以当时我们就跟 那个外交官员 还有甚至巴拿马政府的 一些陪同我们的官员说 其实你的那个便当 可以弄中南美洲 有些小吃的菜色 不一定要说 铁路便当就要像我们 弄的像台湾一样 而且它那个格子 都跟台湾一样 而且它是塑胶盒 所以我就觉得说 很可惜 当时巴拿马 塑胶盒啊 就是那一般的说 我再给大家看 另外一张照片 比较明显的 它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就是它上面这个便当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里面的菜色 它就是黑黑的塑胶盒 对不对 很像我们外面 有点像我们在外面 外面买的一些 对 黑色然后上面是一种 那种透明的 那个可以看到里面的菜色啊 它就一个排骨在上面 它有一个海鲜 然后也有一个巴拿马当地 它有一个小沙拉在旁边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 冷热放在一起 我觉得它想要学 台铁便当的山寨版 我觉得学得有点四不像 那而且不要 好像不要觉得台湾 都是用整个吃的 味道怎么样 对 那味道是还 我觉得不好吃啦 那经验不是很好 这个是当时我们在那个 巴拿马 那个观光列车的车厢里面 然后在那边吃 他们所谓的巴拿马列车的 铁路便当 所以 其实那个整个车厢 布置得不错 而且虽然便当不好吃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 那个学我们台铁 那个车厂小姐学得还不错 就是这个巴拿马列车 观光列车的车厂小姐 几乎可以看到到 她的身材是非常的火辣 吸引了我们台湾去的 那个财房记者 台湾你学亮点吗 对 这是她的亮点 所以她亮点不是她的便当 她的便当不好吃 你秀一下你跟那个人 但是她的菜色 那个 她的便当不是我的菜 但是车厂小姐是我的菜 旁边笑得很开心的是你吗 那个对 那个时候你看我比较肥 然后跟这个车厂小姐站在一起 所以我说 虽然便当菜色不好吃 但是我相信车厂小姐 在很多男生心目中 是他们大家的菜 好 刚刚这个金瓶袋 我们看到连巴拿马 台湾的邦交国 都想要学台湾的这个铁路便当了 连日本呢 在日本卖台湾的铁路便当 都还出现秒杀 甚至是排队 还买不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台湾除了台湾的 这个台铁便当之外呢 其实在很多知名的观光景点 他们也都会有推出 自己的这个特色的便当 请雨节告诉我们 好 包括台铁的自制便当呢 每年都能赚进4亿元新台币 但说到这个铁路便当 其实也很多元很不一样哦 因为有另外一种 是叫做月台叫卖便当 甚至也有这种在铁路之线 发展出来的地方特色便当 我们就先来看最有名 这个是月台叫卖便当 就是在福隆车站的这个福隆便当 60多年历史的 里面用的是观山米 还有林山的高丽菜 其实很多人喜欢吃哦 尤其曾经是在这个 供聊海洋音乐界的时候 三天就卖出了15万个这个记录哦 甚至我们刚刚提到 有关于这个地方便当呢 来看到就是阿里山上的 这个奋起湖便当 40多年历史 它最主要特色就是 还有两种主菜哦 包括了红糟排骨 还有卤鸡腿 假日游客多的时候 曾经一天就有销售出 3000个 而地方便当里面 还包括南投这个车城的 木桶便当 金瓜石上呢 也有矿工便当 这些都是因为地方特色 所发展出来 不一样的一个便当文化 好 我们看到台湾真的非常多便当 难怪一年可以吃掉50亿个便当 真的很喜欢吃便当哦 不过我们知道呢 现在其实大家也很喜欢搭高铁啊 因为这个速度比较快嘛 但是其实在过去很多人都会 买台铁的便当去搭高铁 那么高铁呢 当然心里一定觉得不是滋味 我们知道在先前这个高铁的便当呢 一度有停止卖了 但是在今年呢 其实7月又再度推出之后 而且卖得相当好耶 建民 是啊 这个讲到这件事情啊 我想高铁当然心里难过 每次看到台铁这个高铁来的时候 大家捧的是台铁面包 面当 因为事实上为什么呢 因为呢 高铁的商机 当然高铁有些站呢 它是跟台铁在一起的 甚至没有在一起的呢 它也开了一个叫做台铁本铺 那里面呢 就摆了这个台铁的便当 那这也要怪高铁 我们想说吃台铁的便当 很幸福 但是在高铁吃便当呢 是很饥饿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选择一条路上 那12点没得吃的 那想说哎那就跟那个 因为那个高铁都有 那个服务的小姐 哎服务小姐 你这有那个便当吗 你常常在早期 你常常得到答案是什么 哎先生不好意思 已经卖完了 真的 真的对 所以你要怎么动作很快 你要去非常迅速 一上升第一次 它量没有很多 赶快说你那便当我订了 要不然就没有了 数量真的不够 难怪我之前搭高铁都没吃过 真的吃不到 那我的问题很简单 如果吃不到怎么办 大家长久吃不到 结果就怎么样了 结果当然就去高铁 就是去台铁买便当 先买一个 对 先买一个哥是吗 台铁便当搭高铁 实际上我第一次高铁有出便当 所以我也去尝鲜了 好像想说来坐高铁吗 对 当然 结果呢 得到一个有趣的事情是 高铁呢有个特质 它有所谓的商务舱 还有一般的座舱 对不对 好 理论上呢 商务舱的价格是比较贵的 但是一般平民做的 就是我们一般平等舱的 价格比较便宜 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不论是商务舱还是你坐的普通舱 你吃的便当 都是那120块的高铁便当 没有差别 那最近呢就是后来 因为真的大家都觉得 你既然买不到 我们都是带台铁便当上去之后 而且台铁本铺呢 也进去了之后呢 哇 这高铁就觉得 哇 这便当卖不出去 后来就滞销嘛 就已经停了 可是呢很多人就反应啊 我来不及买 我还是饿啊 所以高铁便当呢就 这个千呼万唤使出来 可是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因为这个台铁便当呢 它是走丰盛取向 就是一块大的这个卤的猪肉 可是呢 这个高铁就走另外一条路 它走什么叫做呢 它叫清淡主义 也就是什么 它看起来是比较清淡啦 就是其实跟台铁的比起来 有人会觉得台铁便当很好吃 口味比较重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稍微油腻一点 对 那这个当然也跟 这边是高铁 你看你在高铁上面吃台铁当然是对 但是你总觉得那比较清淡喔 而且这些便当是大有来头的喔 他们是复兴空厨跟高雄空厨 这个分别的 你如果是由南往北的时候 就是下晚上的时候呢 是由这个高雄空厨准备的 那中午的时候呢 是由复兴空厨准备的 而且他们菜色的名字 我念给大家听喔 因为我背不起来 这名字太 真的很像 太梦幻了 这个有这个葱烧鸡腿牌 然后还有这个油葱里鸡牌 跟蜜汁烤腿牌 猪柳牌之类的 那这个当然这个菜色四种 好 那这个请大家记得上高铁 订得早一点 吃吃看 拍个照片 下次还是买台铁便当 不是 不是 还是要买高铁便当 一定要吃便当这个 好 不过这个葱 有的人会觉得说 这个台铁的便当是很好吃 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其实有的人会觉得 有点油腻 对 然后高铁这个 就是120块钱 感觉他走的是比较稍微高档 对 然后比较精致 有点像日式这样的一个风格 但是呢 在先前 其实有美食家觉得说 他是梦幻便当啊 应该很好吃啊 你自己觉得呢 之前我们刚好有一团 出一团美食团 要搭高铁去南部 试吃一个新开的一间餐厅 刚好这群美食家呢 就在我们的高铁上面呢 就买了这个便当 但是一般的反应是都觉得说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好啦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两边呢 我们先来看 这两边是这个所谓的 复兴 复兴空薯 就所谓的南下 南下的 复兴空薯座 对 就是这个 这个是呢 就是我们刚刚杰林哥提到的 这个冲烧鸡腿排 然后呢 这个是豆豉鸡柳 豆豉鸡柳排 好厉害的配的 对 你们看到配菜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 因为它是用空薯座的 所以它的配菜呢 必须有一段运送的过程 好 它不像台铁本部的这个 台铁的便当是直接在 台湾这个台北车站下面就直接做 所以热热 热腾腾的直接上来 所以没有只有二次加温的问题 但这个呢 他们就高铁的便当就遇到 所谓二次加温的问题 第一个在空服座完以后呢 要有一段运送过程 运送过程就冷了怎么办 然后在当地又再加热 加热过程中 就会产生到这种 所谓的气味啦 还有这个口感的方面 会产生一些差异一些变化 所以他们就在配菜上 只能够选择说 像这种所谓的勾芡式的 或卤汁式的这种配菜 相对来讲 这个第一个保存方面 第二个再加热的时候呢 那口感不会变 但是相对来讲 跟这个所谓的台铁便当这种 像所谓的雪菜啦 然后炒雪菜 或这种豆干 这口感基本上就不一样 所以你吃到这种高铁的配菜 基本上都是软嫩软嫩的 这种所谓的勾芡类的啦 这样之类的 然后第二个呢香气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打开便当就是那个香气 对不对 它里面有那个那种 一打开就很浓郁的香气 热饭蒸出来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卤汁的香气 但这个呢 因为它轻 它淡 还有它二次加热 所以基本上 你打开的时候 没有这种所谓的兴奋感 这种好像开香闻的时候 哇 我要吃便当这个味道 这样哼一根出来 我的食欲被涌出来 这种感觉并没有 你只把一个便当吃掉而已 只能吃便当而已 所以基本上来讲 虽然它说梦花是这样 但遇到它第一个 再次加热问题 第二个食材选择 跟烹调方式的这种不一样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口感跟这个所谓的味道方面 都跟台铁便当会有所差异 不过它其实 这个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它其实在推出的时候 还是有些人会觉得 就是还是会去买单 它其实卖的还是很好 但是大家呢 其实很难忘的 还是呢 这个台铁的招牌的 排骨便当 这是呢真的 连这个大陆都要来取经了 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呢 我们现场来宾也有带来 他们自己最喜欢吃的便当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 好我们知道台湾人 真的很爱吃便当 而且台湾的这个台铁便当 连中国大陆呢 都要前来取经了 当然到底有多爱吃便当呢 一年就要吃掉50亿个便当 这个商机真的很大 当然除了台铁便当 还有刚刚我们提到 这高铁便当之外 这个自强 你也有带来 你自己喜欢吃的便当 今天本来想要搞个心机 自己这个 拿两个便当来做比较 就搞一半天大家都准备了 那今天就来 就来超级比一比好了 好 我今天带两个 都蛮有特色的便当 一个是我们所谓的古早味便当 就新古风的这个福龙便当 这个新福龙便当呢 它是古早味的 所以我特别讲一下 这个古早味的便当是有什么好处 它的做法很古早味 就是很传统的做法 但它的东西的内料不一样 比如它的米 它的米是池上或冠上的米 所以很软Q 那吃起来有弹性弹下的感觉 它的这个卤排骨这个模式 它的味道 它很软 它有里面有多汁的感觉 还有它有酥脆的感觉之外 它的咸度不会太浓 它也有像海铁跟高铁便当一样 它有什么 有卤麦 好吃卤麦 还有这个酸菜 最重要的是 它的特色是它有三层肉 三层肉它经过 先经过一点点酥炸之后 那个回甘的感觉 还有三种肉的感觉 怎么样是它三层肉 它有肥一点的 还有中温 还有嫩一点的地方 你吃起来感觉 在口感里面的味脸 那个发起的感觉非常好 然后它也加一些提庞肉 还有加一些这个笋干 还有加一些什么 加一些传统的 比方说这个香肠片 所以它整个吃起来 你可以不断地在选东西 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东西 你买的时候 你今天买 明年买 跟前年买 那个味道口感都一样 不会变很多 所以这个就是古早味的特色 这个蛮有特色 好 除了这个一般古早味之外 我也带了一个 这个六幅客栈的这种 比较高档一点 所以高档并不是高价位 它也不贵 它大概一百一百二十左右 重点来了 你要买这个便当 你要先打电话去 要先预订啊 先预订 他会跟你讲 你稍等一会 我看他可以订吗 他说你要回电话给我 或者是说你等一下 我说不要 我等一下好了 我等了五分钟的时间 他说哦啦 今天可以帮你做 你要几个 我要十个便当 好 他这个便当主要是 有点仿日式的做法 你看这个饭 看起来比较精致 而且人配色都有眼睛 对 你看 它呢 它中间这个呢 就用饭团 玉饭团的模式走 它有纸米的哦 它有这个原味的饭团 然后主要是这个照烧的鸡腿肉 它经过酥炸之后呢 它有点甜度 再夹上一些芝麻 然后它这个红萝卜也很有特色 因为红萝卜卜的那个感觉 那个Q脆的感觉 又不适它的原味 也有新鲜感 还有这个豆干 所以它这个加起来成分 还有一些其他的 它有高三的高丽菜 吃起来它有色香味之外 多少钱啊 这也是一百的 一百二啊 跟高铁一啊 所以它是半天 那半天很急 半天很急 但是你看它很澎湃 你看它的重量也很大 所以一定比那个重啊 那个是父亲控制做的嘛 所以你看 所以古早味跟这个 比较高档餐厅做出来 这个餐各有特色 不过它的重点就是 它的这个品质很好 它每一个东西吃起来 你口感都非常的顺口 而且搭配起来那个味蕾 会慢慢会发香的感觉 我觉得不是说高档就贵 价钱都差不多 就差二十块跟四十块而已 所以这个物超所值 看起来还蛮精致的 这个我非常推荐的地方 真的有 竟平也有带来自己的便当 刚刚讲的那个 那个志强哥讲的那个便当 我觉得如果排骨 光是看那个外观 就没有我现在这个 那个排骨便当 它的排骨卤得更像是 台铁便当的正常 这个好大耶 看起来超级巨无霸的排骨 这个因为我 我自己吃过的经验 这个原始店在淡水 后来据说它淡水的总店 它的小老板出来开 在这个就是 现在这个电视台附近 那个内湖这一带 也有开一家分店 它这个卤的就很原汁原味 尤其它白饭 白饭上面的 它这个酸菜豆干 我用手 不好意思啊 把这个排骨拿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压着的 这个酸菜豆干 淋着那个香喷喷的饭汁 是非常的入味 它整个让人家觉得 吃起来你看它这个排骨 因为现在是有点冷掉 所以它那个酸菜豆干 是有脸在夹在 它那个排骨下面 非常的下饭 对 台湾话讲就是吃得很爽脆 你就会一口接一口 一直嚼一直咬 然后 而且呢 虽然它的菜色没有像 刚刚志强哥介绍 它那个什么菜色那么丰富 还有香肠啊 还有什么那些花枝啊 但是一样 你看台铁便当 其实它的重点也没有太多的菜色 对不对 就是卤蛋卤排骨 然后雪里红百叶这样子等等 它也是一样 它就一片排骨就可以打死 等一下 这个排骨真是很漂亮 它的排骨 这个哪有这个 这个又大又漂亮 我跟你讲你在肉团团地吃的时候 你跟这个排骨 它我觉得 我吃过它之后 真的觉得它跟台铁便当有得平 它的排骨跟它卤得很到位 它的那个卤的味道也很下饭 它的整个那个浓汁啊 原汁原味 包括它这个卤排骨的那个炒饭啊 都是在它淡水总店的时候 每次看它餐厅营业都是人山人海 后来呢 在台北市区就是内湖这里 来开的分店也是生意好到不行 它下面还有这个炒饭 对它这是一种炒饭 也是有点想要延续那种 台铁便当那种菜饭的一种概念 但是它那个炒饭加上这个排骨 又是另外一种风味 所以我说加上这个 以它原师的这种招牌的这种 排骨便当啊 加上这个我刚刚讲的 酸菜它的这个饭豆上面 这种这种便当会让人家吃起来 感觉就是跟台铁便当一样 所以你就算在火车站买不到 你在这种一般上班的时候 买到这种便当也是很好吃 对 好其实刚刚有提到嘛 从便当你喜欢吃的便当 你可以看出个性 那杰明的话这么会理财 这么精打细算 但是这个钱一定是你先考量到的 我买便当之前先想到钱 对 我刚刚 我突然间 这是在call啦 换了一球之后 这是50元便当 OK 你不要想象这50元便当 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第一要介绍它的汤 这是50元便当 看起来也是很蓬勺的 这100多这200多没有 对这个80块 80块OKOK 这个重点是它的 它实际上虽然是50元便当 可是我们那个 我在河江这个农家街那边是 食品业的一级站区 那隔壁是台北大学 那附近的餐厅非常非常多 那至少在这地方挤了 至少四家 四家以上的50元便当 但我特别的说 这个农家街这个特别 因为第一件事 它让我吸引到的地方是 它的汤 这是随便捞的 这不是 它不是随便 随便就 就是很 虚拐有吧 真的有料 虚拐汤 不是 那真的有料 你随时去 它随时去 它的汤都是 这不是刻意去 料很多 对它不是刻意 你从底上捞 是你这样一捞 就是这么多的料 它很 重生比赛 所以你不是看到它的便当 你是看到它的猪血汤 对 你无限打包 对 那你可以无限打包 那你买猪血汤好了 诶 这个要解释一下 这样的汤回去之后 可以煮一碗面 一顿饭又几句 诶 又来 我来 我来接你很精打 第2件事 第2件事 如果自己刻了呢 那我其实蛮推荐它的这个鸡腿饭 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虽然它很简单 一般我们说50元便当 它的菜色很简单 但是你看 我們仔細看,它有丸子 然後還有香腸片 然後還有小豆干 還有兩個蔬菜 50元便當其實很有層次感 那因為我養個兒子 那兒子跟我同住 有時候兩個人要炒飯吃 那我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就會買他這個 就是他的這個招牌便當 對,他裡面的材質就更多了 這邊有魚,有更多花樣 然後通常呢,我會跟 在另外煮白飯 拿這個下去煮,這是鹹魚嗎? 鹹魚,對,鹹魚我會把它先剁碎 然後呢,再煮 另外一鍋熱騰的飯 當然飯是,炒飯是要越冷越好 但是,因為回到家給兒子吃嘛 那這個便當呢,再加上白飯就兩個人 可以吃到三餐,你可以把它這個夾起來 下一餐自己再炒個鹹魚機 炒飯 那因為我們都會冰箱裡放一些蔬菜嘛 因為餵兒子當然要吃點白,青菜多一點 所以我們會煮一個飯 然後拿這個下去炒 然後放大量的青菜 那我兒子可以吃兩頓,我吃一頓 所以一個五十元便當呢,吃三餐 所以這樣加起來,所以只買兩個便當呢 就可以吃六餐 哇,真的華盛 先量打包,豬血湯 完美,完美到不行 不過Paul的這個喜歡吃的這個便當 真的就是要排隊排很久了 對,我們記得工作人員去的時候 我有提醒他說,網路上面有講過 這家便當要排到天荒地老海窟死爛 他說怎麼可能 我五點就去啊,應該沒問題吧 結果五點他排了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現在是平日 而且五點半去,六點半就已經沒有了 五點半去又六點半,為什麼夢幻在哪裡 我們來看,這個東西 這是在內湖的一家便當店 它完全沒有任何的招牌 完全沒有任何的招牌,就可以排到這邊 必定有它過人之處,而且它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完全沒有招牌,印藏版,完全沒有招牌 然後小小他們說好難找 但是問題是看到人山人海這樣子 然後它最主要是 只要做一件事就可以做到完美 因為它炸排骨的是一個人 炒這個蛋的是炒一個人 然後裡面呢,炒青菜啦 然後呢,添飯的呢,又是一個人 哇,很有耶 你把這個排骨拿開之後 你看滿滿的 而且每一個人就只炒一道菜 一個阿姨就炒一個這個 這個所謂的番茄炒蛋 一個阿姨就炒我們的這個客家小炒 然後呢,每一道菜每一道一個人 光炸也是只有一個人 所以它就一光這個炸 尤其是炸的是一個老媽媽、老阿婆 光這個炸這個呢,就炸了20年 所以你看,它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最好 但這個呢,是稍微貴一點 120塊 哦 對,所以呢,但是問題是 有時候呢,你想要花這個錢 還要去排隊,而且6點半就沒有了 你要花比較多的錢 但是還是要去排隊 而且還不必命吃得到 沒錯,我兩個便當吃六餐 難怪傑平哥那麼有錢,我都沒錢了 你少來 對,每個來賓都帶來自己喜歡吃的這個便當 就看得出來台灣人真的很喜歡吃便當 難怪呢,一年可以吃掉50億個便當 現在中國大陸也要來取金了 不過其實台灣也有去中國大陸那邊取金 取的是什麼呢?其實就是中國大陸的大閘線 會會6年呢,我們看到中國大陸陽城湖的大閘線呢 現在在台灣又可以開始開賣了 那我們看到呢,其實大陸的大閘線呢 它的產地包括遼寧、江蘇還有湖北 那麼價格呢,當然是依它的重量不等 我們看到三兩種的大概每支200塊錢起跳 一直到五兩種的每支要600塊錢 不過這個競品,為什麼大閘線會這麼貴啊? 其實大閘線這麼貴就是早期後 因為那個時候大閘線我們知道它原產地 是從這個朝鮮半島到這個中國大陸 福建的沿海的河口 以前呢,早期大家不知道吃大閘線的時候 大閘線它會破壞那個魚網跟魚具 甚至限滿為患 所以讓人家覺得說,欸,大閘線吃起來 讓人家覺得說,欸,現在因為它的味道不一樣了 所以越來越多人去吃它 吃它的只有數量少了 數量少的話它就起貨可居 所以你剛剛講說,頂級啦 四兩半的一般A級的那個大閘線啊 它可以像是市場上一支呢 它可以賣到是四五百塊 特A級的話五兩到五兩半 它可以賣到五百塊甚至八百塊 但是如果你賣一台金的話 可以賣到兩千五到三千塊左右 所以你看現在大閘線不只是奇貨可居 因為它的數量越來越少 而且它有一定的數量 早期呢,大家現在看到說 我不是說從朝鮮半島 從北到南 中國大陸的沿海一旦 都很多大閘線 現在很難看到了 像我們看到這種 整個中國大陸的大閘線 年產值它號稱是三百億人民幣 大概一千三百八十億元台幣 那江蘇省的話 這個地方產量最大 你可以看到養殖戶有二十多萬戶 年產量有二十五萬噸 年產值呢,有一百五十億人民幣 相當於新台幣六百九十億塊七百億元 那江蘇省它產量最大 比現在什麼福建啊 浙江其他地方都還多 因為慢慢的其他地方 我剛剛講說吃的人多 那個蟹越補越多 那個數量就稀少 你很難再找到很好的品種 但是在全中國大陸 甚至海內外 包括台灣還有港澳地區 聽過最多最知名 就是首推這個陽成五的大閘蟹 它最知名 它的年產量沒有江蘇省那麼多 但是它是以品質最好文明 年產量只有兩千噸 那它的年產值呢 雖然只有一億五千萬人民幣 大概是新台幣快七億元 有六點九億元左右 但它周邊的商機啊 可以帶動包括十二億人民幣 也就是大概五十五億元台幣左右 因為周邊的商機 不只是它的陽成五的大閘蟹 它還有賣很多 跟陽成五大閘蟹有關的一些菜色 你到那邊的餐廳吃飯 你就知道說 在上海那一地方 都會很多那個大大餐廳 它都會標榜陽成五現撈 現不冷 因為大家都知道 吃陽成五的大閘蟹 你絕對要當天吃才新鮮 你如果隔天才吃的話 你經過料理或去冷藏 那個味道整個都變掉了 因為是大閘蟹 你要母蟹的話 你要吃它那個黃黃的那個蟹 蟹黃 對 如果是公的就是熊蟹的話 你要吃它那個蟹膏 是很好吃的 有點就是 感覺就是胃鮮 然後肉又是肥美 不管是蟹黃蟹膏 吃起來又不會太油膩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中國大陸現在大閘蟹 它的產值有多麼驚人 我剛不是說 整個達到1380億元台幣嗎 這麼多錢的話 如果換算 我們就要簡單算一下好了 1300多億元台幣可以建造 2.3棟的台灣101大樓 1380億元台幣 可以施放4640跨年火 包括國慶年火 都可以用來發放 就是施放了 1300多億元台幣 可以演600場的夢想家歌劇 那一場不是說兩三億元嗎 那1380億元台幣可以買 1380萬名血統 台灣的血統 一年份的這個陰陽午餐 一年的 所以其實呢 我自己在大陸吃上海大閘蟹的經驗 我八月才去那邊 雖然還沒有到真正秋季 吃蟹的季節 對 九月十月 但是當地已經有一些餐廳業者標榜說 他已經提早去抓一些大閘蟹 還沒有真的長得很大很肥美 當時我們吃大閘蟹 有些餐廳業者 他甚至可以料理到 很簡單的大閘蟹的各式各 就好像我們是台灣是活魚三吃嘛 那他們是大閘蟹 像已經開發出一種活蟹 好幾種吃法 蟹撈起來之後 他會用煮的 用炒的 用炸的 有點類似那種香港避風糖炒蟹的方式 然後你可以擦 吃得酥酥脆脆的 所以我覺得 我在上海吃到的經驗是 為什麼那麼好吃 就是因為它數量少 再加上它菜色料理豐富 而且真的味道鮮美 所以越來越貴 好 我們看到中國大閘蟹呢 尤其現在是秋天吃蟹的季節 那麼它背後其實商機非常的大連 台灣人也很喜歡吃這個大閘蟹 但是在過去 為什麼六年的時間 都不能夠來到台灣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好 自強現在是這個秋天 大家喜歡吃螃蟹 但是為什麼 這個大家很喜歡吃的大陸大閘蟹 在先前六年都不能來台灣 這個先前六年不能來台灣 因為它用一些禁藥 所以變成說台灣的管制比較嚴 大陸管制比較鬆 所以睽違六年之後 最近才要進來 其實我不忍心這個 掃大家的信 其實我常常在大陸 知道大陸這個養殖的情況 像大陸有分兩種 一個就是說 它大陸未炸大閘蟹的話 第二個就是這種激素 會有一些什麼土霉素 或者是金霉素 或者是綠霉素 這些東西來養 這叫素的 素的飼料 另外一種呢 就是用這個死貓 死狗 然後死魚死蝦 還有死老鼠來養 這叫昏的大閘蟹 所以我說大家這個 聽聽不懂得趕不趕吃 好 這個大陸在哪裡 在江蘇 江蘇有個新群這個蟹場 它裡面有個理性負責人 我們以前在這個記者叫他李蘇 有沒有記者就是香港記者就去採訪 他去採訪的時候呢 他就從他的床底下 就拉出了一條死狗 沒有剝皮的死狗出來 還有一堆看到一堆死雞死鴨放在裡面 他就說啦 他便拉出來他就說 這個是最天然的飼料 所以我的蟹呢 這是昏的 對 昏的 我直接從小就愛吃這個東西 我一個禮拜放一隻 結果果真 這個香港記者就跑到那個蟹 蟹旁邊一看 看到中間就有一隻死狗 窄乎乎乎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旁邊 犯了一些紅的血 還有紫的血 然後那個狗啊 吃鴨烈嘴的嘴巴在那邊 正好有兩三隻大的雜蟹 騎在上面在吃他的那個糊肉啊 那這個狀況是很慘不忍睹啦 他就講 李叔一派輕鬆講說 你看 我的這個比較好 我的不像人家都餵藥的 我的這個從小都是天然飼料 營養價值高又豐富 你看我的蟹呢 又長得大又肥美又很壯 但是你知道那個 他那個狗的來源是怎麼來嗎 那個狗是走私集團 在路上隨機看到那個野狗 就用那個這個氫化甲這個劇毒 把它毒死 氫化甲劇毒殘留在狗的體內 然後你把它買來 然後又餵個大雜蟹 大雜蟹 那這不就變毒蟹了嗎 所以素的跟昏的都不安全啊 素的就是激素 昏的可能就是有毒的這個毛肚的食品 你看 中國的水產事業所就說 我們咱們最有名做這個陽城湖大雜蟹 一年最多生產多少 一萬三千隻 香港就已經生產了 香港去年就吃了一千三百萬隻 所以各位朋友 你吃的是哪一隻啊 雖然中國大陸這個大雜蟹現在已經解禁了嗎 但是其實台灣現在自己也有自己的大雜蟹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 靖平其實在台灣苗栗現在也變成了大雜蟹的重鎮了 對現在這個台灣雖然沒有辦法吃到這個原始陽城湖大雜蟹過來 但是後來從這個中國大陸今年光是從今年 就從中國大陸進口了三十三萬隻那種蟹苗 而且請上海的專家 也是因為過去那個國台辦的副主任 鄭立忠之前有答應他們的關係 所以運來了這麼多那個蟹苗 然後養殖富裕成功 但是呢 在苗栗現在估計有大概四十五戶在養殖這個大雜蟹 而且標榜三泉水 像不像剛剛志祥哥說的 是無毒的那種 而且那種口味不會輸給正宗的大雜蟹 而且養殖了十八公頃 但是最近遭到很多小偷去投走 所以苗栗警方為了這件事情成立了一個護蟹專案 破天荒的 那個當然市主呢 他也會找他們的工人 在那個工僚啊 晚上夜宿在那邊 聽到風吹草動 你看第一張照片 工人就會跑出去看 然後配合警方在那邊那個查看 第二張照片開始警方就一直在那邊看了 所以現在苗栗警方轄區都會要求說 這個養殖戶和警方充分的配合 做一個護蟹專案 他需要做到那個大雜蟹 您現在收看的是 TVBS無線衛星電視台 現在為...